实际上我们认识的,或者有所了解的一些朋友,例如李旺阳,都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,付出了生命的开价,像我们共同的朋友杨天水,也是长达二十多年的行星,资金还在牢里,比较像南京,像郭权教授也是在牢里,像贵州的陈锡,四川的刘贤斌,陈伟等等这些。 就是讲,春年这么一个机会,你是不是有一些话要对政治犯和政治家属说一下? 对,我几天前,我就在黑特里面,向所有良心犯,所有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,而奋斗,而在狱中的良心犯拜年,在这里面我想重复,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。 因为这些人,都是怀着一颗赤字之心,怀着一种纯粹的现身精神,不屈不挠,无论面临怎么样的打压,无论这个环境多么艰难困苦,他们都失之不渝,百则不挠。 几十年来,他们就像希腊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士一样,他们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英雄豪杰一样, 凯然就是一身相许,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这个文明进步事业当中去,所以我对他们在监狱里每一个日子都是难熬的。 就像你坐在一般最慢的火车上,然后待在一个车厢里一动不动的,坐二十四小时,我相信一般人都很难以容忍,但是呢,他们全面临着另一个二十四小时,再一个二十四小时,再一个二十四小时,再一个二十四小时。 甚至有人能达到六千多个二十四小时,那是一种心灵的煎熬,我相信,除非有一种意志,否则他们不等承受。 应该说他们,就刚才林寺记,比曼德拉所承受的更多的煎熬,因为曼德拉,昂山寺记是一种待过,始终是转进在他的这个舒适的这个别墅里。 生活上没有受到虐待,没有遭到凌辱,没有遭到殴打,没有被电棍顶着脑袋,在吱吱划刮这种痛苦的惨叫,没有像李旺阳或者像我这样,被病痛长期几十年折磨,没有这个像杨田水这样,在监狱里患有多种结合病,但是呢,却得吧。 而曼德拉呢,实际上在监狱里面一直享受英国人的人道对待,他在监狱里可以随时会见自己的助手,他有自己的办公室,他可以跟世界各地的这个元首通话,他可以每天阅读报纸,看电视,甚至他的妻子可以随时去探望他,跟他住在一起。 就说他受到了种种人道的这个待遇,虽然他被囚禁了二三年,我相信如果要是中国像南非那样人道的话,人道的话,那么中国早就获得自由民主了,因为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会惧怕这种危险,那无非就是在监狱里面换一个住处而已,但是事实上不然,中国人对监狱的这个恐惧是因为中国的监狱生活太可怕了,太恐怖了,无数人在经过他的摧残以后, 就沉默了,有的人你看仅仅被关押了一百天,甚至一个月,就长期地处在一种恐惧状态,比如说茉莉花革命,在全国范围内就我所知,关押了几百个人,有的是几天,有的是一个多月,有的一百多天,大部分人都被吓坏了,实际上他们受到的这个恐吓和折磨,远远低于我们早期受到的那些恐吓和折磨,但是就是这个他们都感到难以忍受,所以说像阳天水,像陈兮,像陈兮, 像陈兮,像这些人都是灵魂极为高贵的人物,他们应该是民族历经劫难之后所诞生的一些最杰逐的精英,是精英当中的精英,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要想真正有前途的话,首先要爱惜这些人,因为他是我们的珍宝,他们每一个人都比辩和欲更有价值, 所以多少年来我悲伤地看到,世人常常遗忘他们,好像他们跟我们无关,实际上他们的奋斗,他们流的每一滴汗,每一滴血,都跟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切切相关,都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,关系到我们自身后代的命运, 关系到我们这块土地上,所有人的未来,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儿子、孙子,我们这一代一样,忍生疼气,像农历一样生活,过着悲惨的生活,甚至像毛泽东时代一样,随时可能被饿死,随时可能被批斗,随时可能被痛打,关键牛痕,饥寒交迫, 还是能够像美国人,英国人那样,昂着头,像一个自由,像一个自由的天神一样,像香港人,像台湾人那样,享受种种的权力,能够有一份体面的生活,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奋斗呢,不仅是为我们的后代而言,不仅是为我们的后代而言,也是为所有中国人的后代而言, 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自身上,他们现在的每一个言论,每一个行动,他拿起笔来,当迫害良心的时候,我希望他们考虑到,为他们的自身后代,为所有人的自身后代,留下一点点希望,不要再去干更多的坏事,不要再去扼杀良心,不要再去抢害良知, 让这个民族,让这个民族尽早能够复苏,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人,应该有怎样的追求